然后在那个时间段之前 我不够幸运的是 我大学毕业其实就是失业 在02年的秋天到03年的 就是这个秋季学年 就9月份我们说开学之后 我们要开始不停地找工作嘛 我要不停地去投资料 去建筑 很黑暗的一段时光 我面试了几乎那个时候 在北京对外开始 就是面试演员的几乎所有的剧组 然后不停地被说对不起 No 再见 不停地被拒绝 甚至比如说主持人 科技展啊 很多小的那个公司 中年庆啊小展览 做主持人 演小品 做摄影助理去推轨道 做录音助理去举话筒杆 包括说做副导演 做执行导演 去讲课 杂七大八的是配音 做过很多很多 跑大龙套 就是其实跟大家一样都很灰暗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明天 我唯一幸运的是这段时间 从现在看只有两年 好像是很 很短的时光 很多我的同辈 我的十个世界 十里十里十里 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有脱离这段黑暗的时光 那我是幸运的 但是这个时间 你不好说 你不到结束 关键如果你告诉我两年 那我也可以 谁都可以 哪怕你告诉我五年 我都没问题 关键就是一年结束之后 还有一年 今日不知明日是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你现在回想 回头去想 那两年期间 你有没有想过就 也许这行就不适合我 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念头 很容易 那个年代 我回来跟欣言还说 我说我最困难的时光是 没事跟大家一起 看你的喜剧之王 是吗 他很感谢 他是他那个状态 确实是 真的很感谢他 喜剧之王 其实给了我们很多苦难的 一种一种一种 怎么说 原来大家都这样 你也挺惨的 他比我们还惨 那我们继续吧